竹北摩鐵警方圍捕 後車箱金箭裸屍 二前夫突然要裝傻 地下室藏鐵鏈求是 前妻不堪家暴 心女反良家 遇襲刺心 驚悚喜屍再引辱 三女赤變態 求判死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酗酒惡目公 命求殲欺失案 爭議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2022年 Facebook 曾用大數據 證實了一件事 就是冬天情侶分手的機率 是其他季節的兩倍 另外通訊軟體Between 也用大數據 發現每年10月到12月 是台灣情侶的分手旺季 這跟刑事案有什麼關係呢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時間回到2009年 12月1日冬季 這天下午爆發了重大槍擊案 台北市內湖一間安親班 一名女老師竟然在門口 遭前男友行刑事的槍傷 有殺女友前科的吳敏辰逃逸無蹤 原因只是女方想分手 正當警方全面棄捕之時 4天後是縣市長選舉投票 竟也爆發殘忍情殺事件 這棟房屋就是凶案發生的現場 21歲的嫌犯投完票後 來到這裡要求和前女友複合 遭到拒絕 男子以氣之下 直到刺殺女友 這對我的手就已經是 上下這樣刺傷的意思 然後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大腿到底看 他看著我 然後又把小點捕起來 然後看到整探都是血 要吵了 要吵了 不要吵了 要吵了 殺死女友的嫌犯 回到現場 模擬案發當時的作案情形 立刻受到死者家屬 一箭嘴打 我不是人 真的不是人 你這樣不知道 你別吵了 你這樣 也不要這樣 才三四十刀 三十幾刀 你怎麼還用那不是人 那是人情死的 你知道嗎 嫌犯和死者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過去女友打工賺到的錢 都交給嫌犯花用 不料又時常受到她的毆打 女友終於受不了 分而提出分手 才會引發殺機 十七歲花樣少女 近遭軟爛男友朱純毅 砍傷五十三刀慘死 接連的分手情殺案 震驚社會 然而漫長的一天 還沒結束 深夜十點三十分 在桃園大園鄉的下海湖 一間民宅外一輛自小客車 瘋狂的暗民喇叭 車內還傳出 女人的呼救聲 屋主出來查看赫然發現 竟然是她的姐姐周錦慧 正在車上遭人砍傷 她隨即衝上前拍窗要救人 不要對方油門一踩 加速逃逸 她一眼就認出兇手 是前姐夫李中才 已經到她家了 前妻的弟弟他們出來 看到以後 她當著她弟弟的面前 就刺死她姐姐 當著她的面 在五號晚間 兇嫌持刀躲進前妻轎車的 後車廂內 然後趁機再從後車廂爬到後座 逼迫前妻與她復合 她一陣驚嚇後 兩人爭吵 李中才要求復合 奮力拉扯 還拿出尖刀威脅要同歸於盡 她情急之下猛按喇叭求救 沒想到這時李中才用尖刀 一氣之下猛刺前妻左胸 周錦慧當場身亡 因為當時她是用尖刀 一刀就刺死她 準備好的尖刀 一刀刺死她的前妻 手段像你玉長尖刀是代表說 預謀要殺人 她打電話告知朋友 說她殺了前妻 而且已經準備好兩瓶農藥 首先到問竹北分局 看看有沒有人來報案 結果沒有 我們那時候才想到說 可能在汽車旅館 逐家去找不容易找到 看到某一個房間 就汽車旅館 有李中宅的車子 他本人就在旅社裡面 旅館裡面 準備要服藥自殺 只要慢一步 李中才恐怕就畏罪清善 然而鍾景慧呢 他說人在後車廂 警方聽到已經有不祥的念頭 打開一看 果然 車上一打開來 哇那個死者被一個棉被包裹著 那已經全身赤樓死亡 殺死前妻後 嫌犯還運送屍體到汽車旅館 警方一度懷疑嫌犯是想將前妻粉食丟棄 不過嫌犯公稱他買了農藥 是要到汽車旅館和前妻共赴黃泉 絕對沒有要對前妻粉食的念頭 坦白是不是有暴力指向 謀殺前妻的理性嫌犯 面對媒體追問完全不用回應 根據了解 證明理性嫌犯和前妻已離婚多年 不過兩人還是同住一個屋簷下 大約一個月前 前妻突然不告而別回娘家 懷疑前妻是不是交了新男朋友 因此懷恨在心 奮合傷害前妻 他老公之前常常打他 所以他會有時候會來這邊 就是他會偷親我跑來這邊監控 他常常在這邊 已經離婚了還要緊迫盯人 李中才顯然就是個恐怖情人 然而更可怕的是 警方搜索他的住處 發現地下室別有洞天 他竟然布置了一間求室 有通氣孔 隔音泡棉 草息跟鐵鍊 原來他一開始就打算 把前妻抓來囚禁 卻在車上混亂中將他刺死 然後屍體卻一牆乾淨 法醫採集下體香驗後 倒抽了一口氣 李中才殺了人 帶著屍體開車逃逸 但他卻沒打算長期逃亡 反而回到租屋處 他先把前妻抱進臥室 脫掉衣服洗進屍體 這時候他體內潛在的暴力因子 再次發作 將血液換掉 身體洗乾淨 因為他眷戀著前妻的一些 感情 他應該是在有這種行為 有這個猥褻他前妻的 屍體的情形 那個在法醫上也有鑑定 這個最讓人不可思議的就是說 為什麼你拿著尖刀 而且有置他前妻於死地 又將他屍體洗得這麼乾淨 電污前妻後李中才擦拭遺體 然後以棉被包裹 放到後車廂 往竹北方向行駛 便是因為一般人是 極為的難以想像 所以他真正的心理動機 對性這方面的動機 侵入性 報復 仇恨 被動攻擊 再加上我非要給他難看 即使你死了 我要找你麻煩 所以他們這些衝動的人格特質 情緒化的特質 歇斯底比的特質 以及還有再加上 很多人都有反社會 我剛剛講的特質 所以才會讓他有戀屍的傾向 行醫三十年 江漢光說醫學文獻 對戀屍癖所知有限 僅僅知道 對屍體有情欲衝動的人 通常具有嚴重的人格異常 以及暴力傾向 李中才在2007年底離婚後 甚至小女兒跟他同住 因為駕車涉及公共危險罪 隔年判刑入監服刑四個月 朱警惠擔心小女兒會遭淋略 在前夫出獄的隔天 就回去跟他同居 反而換來更嚴重的家暴 李中才是一名木工 失業後經常酗酒毆打妻小 三個女兒從小看著父親 對媽媽施暴 經常只要父親不順心 在外受氣 回到家 他們也免不了一頓毒打 因為她很害怕我妹妹 又遭受到那種家暴的陰影 因為我爸爸每次都會趁 我媽上網班的時候 會假借各種很小的理由 然後叫她罰櫃 散她發展 那都是非常重的 死者女兒聲淚俱下 控訴父親的暴行 還三番兩次說 我要和母親同歸於盡 是個變態 所以一定要判死刑 或注意重心 她都會一直跟我講 我要跟你媽同歸於盡 因為我放假回家 然後她就叫我去上網 找那種 老鼠藥 我就跟媽媽說 爸爸好像想害妳 妳要小心 進一個月她的精神 就比較患散了 因為她被她熱了之後 她還會擋她 她之前要來恐嚇她 平常在機場的素食店上班的 周姓女子工作態度相當認真 她的員工表示 周姓女子離婚之後 前夫還是常常對她拳打腳踢 因為一再容忍 沒有尋求法律的保護 而釀成悲劇 周警惠以為帶著小女兒 逃到娘家 能暫時遠離前夫的魔掌 但沒料到的是 李中才竟然會跑到機場 躲進她車內行凶 現在留下三個還在念書的女兒 該怎麼辦呢 爸爸長期也是沒有工作 所以她根本沒有存款 然後母親一直努力的 養這三個小孩子 那現在母親也不在了 然後在這一塊上面我想說 我真的以舅舅身分來講 我也不曉得以後 他們三個該怎麼走下去 三位乖巧的姐妹 在臨堂前幫媽媽遮紙蓮花 希望媽媽一路好走 更希望父親被判處重刑 還媽媽的公道 李中才明明欲藏尖刀談判 算是預謀作案 案發後還性侵屍體 惡行重大要求死刑 桃園地檢書檢察官 卻認定凶嫌是臨時起義 而且犯後具有詭異 只有對李中才求處無期徒刑 三個親生女兒則是認為 判得太輕了 希望親生爸爸可以趕快槍決 還給媽媽一個公道 李性嫌犯的侄子則說 全家人都覺得舅舅自作孽 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起所有責任 檢方在去年 對李中才求處無期徒刑後 最新的判決已在今年8月出爐 桃園地方法院判處18年有期徒刑 被害家屬說 判決18年只要做9年牢 就能假釋出獄 沒有人能保證 李中才出獄之後 還會不會傷害家人 家屬傷痛之餘 決定上訴到高等法院 希望司法判決 能讓死者安息 檢察官提出上訴後 再度見證判處死刑 高院法官則認為 李中才並非一開始就有殺人動機 是間接故意殺人 加上他與女兒達成和解 還有可教化的餘地 改判17年2個月 三省定案 當初我們警方雖然破獲這個案件 但是家屬還是對我們警方 頗有不諒解之處 因為我們沒有立即去尋 沒有立即把凶嫌抓到 開講說的吳敏辰情殺案 我們在147集曾詳細講述過 有興趣的小夥伴 可以點資訊卡觀看 而朱淳毅情殺案 法官是這樣形容屍體的慘況 最後卻因為他有打電話自首 檢刑或判14歲年徒刑定業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另外有心理學家提出 季節性戀愛症 冬天太冷想找人陪就戀愛 夏天太熱不想拘束就分手 你是這樣的人嗎 最後讓老Z工商實踐下 最新中天自由品牌保養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凌露 有藍光神盾炸藻直萃 法國原廠專利黃金海藻萃取 抵禦陽光侵害老少皆宜 現在就像快點購 填上老Z推薦代碼 CTI527 享受更優惠的防曬體驗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